上一支影片跟大家介紹兩聲道系統使用超低音的基本連接還有調整方式 讓大家對超低音的使用上有基本的認知 然而使用超低音除了連接與設定之外呢 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擺位啦 超低音的擺位之所以很重要 主要是因為它會牽動到三個很有趣的物理現象 第一個就是空間升學響應 也就是room mode 每個空間都會因為長寬高尺寸不同而有個別的room mode 空間裡不同的位置也都會強化或削弱某些頻段的聲音能量 超低音喇叭所產生的頻率低波長很長能量很大 所以對room mode是特別敏感 擺在空間裡不同的地方都會產生能量的增強或削減 你要知道一個空間裡能量超低音喇叭的頻率響應非常平坦的位置是很少的 如果標準放嚴格一點很多時候適合擺超低音喇叭的位置 通常只有一兩個而已 第二個就是當你把超低音靠近牆面擺的時候會產生極低頻的增益 一個牆面就會產生3dB左右 如果你靠牆角擺兩個牆面就會增加6dB左右 而且還有機會會強化30Hz以下的極低頻 這是空間裡其他位置不容易造成的 第三個是主喇叭到座位區 以及超低喇叭到座位區的距離如果一樣 主喇叭和超低音的聲波到達座位的時間差就會很小 在幾乎沒有時間差的狀態下 兩者的相位就會接近一致 如果兩者的距離相差到一定程度 就有可能造成相反的情況 主喇叭與超低音喇叭之間有分頻點 當主喇叭與超低音喇叭之間的相位同向時 可以將聲音重播的能量最大化 但如果相位相反 那麼分頻點附近的能量就有可能產生消底 這也是凹陷產生的原因 也因為有以上這三種物理升學特性 廠商因此推薦兩種最常見的超低音擺位方式 第一種是靠近牆邊或者是塞進牆角 目的就是希望可以透過牆面的增翼 來強化超低音的能量感 補強極低頻 你要知道喔 30Hz以下的極低頻是非常難再生的 有些中小型的超低音喇叭 對應較大空間時最缺乏的就是極低頻 超低音塞進牆角就可以有效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低頻響應也比較不容易產生凹陷的情況 所以這也可以說是 將超低音喇叭火力最大化的擺法 另外很多廠商也建議把超低音喇叭 擺在左右聲道喇叭的旁邊 或者直接擺在左右喇叭的中間 這樣擺法的目的就是要讓 主喇叭跟超低音喇叭到座位區的距離是一致的 透過減少時間差的方式來避免相位的問題 如果主喇叭與超低音喇叭的位置距離相等 那麼超低音喇叭調整相位時 將相位設在零度就可以了 至於哪種擺法比較好呢?其實各有優缺點 你把超低音塞進牆角絕對可以增加低頻能量 但有可能因為過度的低頻能量而形成鑄波 而電話系統整體的音質表現 而如果把超低音擺在所有聲道旁邊 雖然可以減少相位的問題 但也有可能因為離牆過遠 少了牆面的爭議 極低頻很有可能會出現陷落 而如果超低音擺位時遠離牆角跟牆邊 也很有可能受到空間room mode的影響 而造成低頻響應的扭曲 因為超低音要顧及的音速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建議最好可以透過儀器的輔助 來達到最佳化的擺位效果 像是可以用現在很普及的REW跟測試麥克風 找出空間裡低頻響應最平坦的位置 當低頻響應平坦之後呢 你可以聽到很飽滿的低頻 然後又不會過亮 沒有風質 也因為沒有太大的凹陷 你甚至可以聽到低頻段豐富的細節 低頻響應平坦的位置 如果是靠近牆邊或是牆角 極低頻段還可以再往下延伸 你要知道喔 超低喇叭如果有更好的下潛功力 像是管風琴的極低頻 大鼓的打擊 還有電子樂低頻節拍的那種體感效果 自然也會更加明顯 當然超低喇叭靠牆擺也是有缺點 就是超低喇叭跟主喇叭的距離很難達到一致 所以就要想辦法克服相位差的問題 傳統的做法是重複播放分頻點處的低頻訊號 像是80Hz的重複測試音 然後進行相位調整 超低喇叭的相位最常見的就是0跟180度兩檔 或是0到227度連續可調 傳統的相位調整方式就是透過這種重複音的播放 找出聲音聽起來最大的那一檔就對了 然後隨著科技的進步 現在也有比較科學的做法 就是用算的 例如你可以上Amcoustic網站 上面有一個M-Rock計算機 只要輸入空間的長寬高尺寸 就可以計算出所有Room Mode產生的頻率跟位置 而免費的IEW軟體裡面也有類似這樣的功能 不過這類功能只能依據公式推算出個大概 每個空間其實都存在很多變數 不太可能算得非常的精準 但至少對於你的擺位來說呢 可以提供一個大方向 怎麼樣聽到這邊 是不是覺得超低音的擺位有一點點複雜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強調 前端器材有沒有低頻管理功能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特別是自動音場校正 有志向功能就可以讓超低音的擺位變得省事許多 DR7除了能自動調整超低音的分頻點跟音壓 還有兩個功能是超低音擺位時非常有力的助權 第一個就是DR7可以直接計算喇叭到座位區的距離 然後控制聲音訊號的輸出時間差 讓所有喇叭的聲音抵達座位區的時間是一致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不用煩惱主喇叭跟超低音喇叭離座位的距離差 等於直接為你克服了相位差的問題 第二就是有些DR7還能偵測喇叭與空間的頻率響應狀態 直接來做等化補償 這代表你可以擺脫room mode對超低音喇叭造成的不良影響 所以前面所說的這些問題都可以直接解決 這也代表你使用超低音時擺位可以更加自由 當然你要知道DR7雖然好用 但所有DR7都會對音質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 但相比超低音分別連調錯、位置擺錯 或是音量太高或過低所造成的整體聲音不平衡 當然還是有DR7比較好啦 雖然受限於音響器材的設備精度 DR7絕對不可能達到完美 所以超低音如果要調到最理想的狀態 還是要搭配耳朵慢慢聽、慢慢修正 好了以上就是2.1串流系統中超低音擺位大致的原理 雖然過程聽起來有點繁瑣 好啦其實是有點蠻複雜的 但是當你搞定超低音的擺位與調整 聽到飽滿、結實、有彈跳感的低頻 你就會發現聽到的音樂 不管是氣勢、動態還是力量跟規模感 跟傳統的兩聲道系統相比完全是兩回事 而這種感染力跟聲音的魅力呢 會讓你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到這邊我最後開始看了 我先把音樂清張 跟音樂清晰 真的